他们来这多少钱 三千五百五 哈喽 大家好是宝哥 最近有个中介小哥 香港台苹果15 并且他表示 不是iphone买不起 而是有所更有性价比 这个还没开的 你们有没有开好的 很简单 这新街的位置是未计划 踢板有锁 全新的这个 没有任何房门 有纱黑的 出单子 他们来这多少钱 三千五百五 三千五百五三啊 真香啊 然后我们再去拿个宝库套 给手机开一下孔 2000 years later 现在他已经变成所谓的全新紧大修的机器了 相比原装确实没有那么顺滑 插把的操作也不是很方便 总的来说和原装的确实没法比 哈哈 但好在除了这个卡槽 其他都是全新的 然后我们来截下锁 先把卡贴放进去 再把sim卡放进去 折起来站好 再把另一个小白卡取出来 放在里面 然后一起慢慢的查进去 一顿操作猛入虎之后 我们的手机就结束完成了 可以打电话也能上网 测一下网速还是5g的 然后我们再简单的测试一下 先看一下银声是否正常 触控是否有适应的区域 再插上数据线 检查充电是否接触不良 打开摄像头 依次检查三个镜头是否正常 并拍摄一段视频 检查手机的录音和双映声器 再检查面容功能是否正常 还可以通过指南针检查投了一定位 接着在手机高温的情况下 拖动软件 地毯式的滑动 看屏幕出口是否灵敏 经过检测 这台机器完全没问题 然后我们包装好 盖上包装盒 来两张钢化膜 漂亮的保护套 充电器 顶配版四代耳机 OK 打包带走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